顶礼彭斯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者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 远妙法 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出此 缘其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那么我们今天呢 讲 全知门方仁波学所造的净土教言 开启信心佛教之明日 这部净土教言呢 可以说 藏传佛教的净土法门 依靠教证和历程来说明得特别清楚 以前上师如意宝 在学院当中也是传过很多词 而且我们呢 也有个很好的 很清净的传承 那么为什么要 给大家讲这样的净土法门呢 大家也非常清楚 不管是汉传佛教 还是藏传佛教 我们很多修习佛法的人呢 在临终的时候 都依靠净土法门 来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很多人 有这么大的 这么样的一个愿望 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道友 每一个人呢 那么不久的将来 一定会是降临有一个临时的显现 那么死的时候呢 我们一点的暴露没有 就是一辈子虽然学习佛法 一辈子当中呢 自己认为是自己 已经学过很多的法门 但是你在临终的时候呢 跟普通人 跟一般的世俗人 没有任何差别的话 这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所以我想 尤其是我们去年也发信给大家讲 梁花生大师的《中阴法门》 这个《中阴法门》 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也很重要的 我们每个人知道 宿命是无常的 这个无常什么时候到来 大家都是很难说 所以我们现在 对死亡也应该有个准备 那么对死亡准备的时候呢 像其他的有些人的话 恐怕世间人 一般对死亡不太像 就觉得是 好像死亡这个东西 就觉得不太快乐的一件事情 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点呢 实际上也是 开各种各样的一些文艺 或者是一些意乐 等等 以这种活动来 去应付这种联头 但实际上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应该我们依靠佛教的 很好地方式来 对自己的这种来世 迎接自己的将来 这一点相当重要 那么净头教言 实际上我们对往生极乐世界 开启一个信心的佛教里面 就像日光一样 非常清楚地 能开启我们信心的一部论典 这部论典是以比喻的方式来 说明他的题目 那么他的作者 是全职蒙尔仁波切做的 我想这个作者 在这边也没有必要介绍 以前我们很多的论典当中 都已经讲过 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宗喀巴大师 无垢光尊者 那么蒙尔仁波切这些 可以说 世界上是工人的 非常伟大的 对佛教共享相当大的 这样的了不起的高尚大德 所以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蒙尔仁波切的这种生品 在这里不做不做详细的介绍 那么下面说 拿摩戈尔 他原来的藏文当中只有梵文 没有上面的汉文 拿摩戈尔曼吉果哈亚 就是蒙尔仁波切 他这里用了一个印度的范语 拿摩戈尔曼吉果哈亚 什么意思呢 拿摩是指的顶礼的意思 戈尔是上师的意思 然后 曼吉果哈亚是文殊十利菩萨 所以首先这部论典 还没有正式造之前 作者想全文殊十利菩萨 也就是说 自己的文殊十利菩萨和全智蒙尔仁波切 他的根本上师 蒙尔清彩文博 无而无别地住下 作恭敬顶礼 这是作者的顶礼句 首先是他对自己本法的传承 也就是说 文殊十利菩萨和蒙尔清彩文博面前 作了这样的一个顶礼 那么 藏传佛教是 为什么用梵语来这样表示呢 这个我们以前也是讲过 因为我们佛教的来源 就是印度 印度梵语来传播的 而且我们依靠这样的梵语 实际上能我们怀念 千百的高僧大德 佛陀 龙猛菩萨 以及印度的这些高僧大德们 在印度开创佛教 然后逐渐逐渐传达我们藏地学语 然后传达汉地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缘起 劝哲慕萨仁波切 前面利用了梵语的一些 梵语顶礼自己的根本上师和文殊十利菩萨 下面是顶礼句 这个将顶礼阿弥陀佛的一个偈颂 那么一边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 一边坐着向阿弥陀佛祈祷 祈祷以后 齐情保护 或者是维护所有的 这些可怜众生的意思 那么它的意思 大家应该明白 阿弥陀佛的佛号 不管是什么样的众生 只要入于我们的耳朵当中 或者是任何一个众生 只要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么从菩提道当中是不会退转的 而菩提道当中是不会退转 等等能赐予无量的这些功德 还有从菩提道当中是不退转 不趋入恶趣 不趋入恶道当中 还有不会转生为身份比较低劣的众生等等 所以给我们赐个很多很多的功德 这样的功德就是我们世间上 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 也是有非常殊胜功德的阿弥陀佛 我们平时也不管是对藏传佛教的教徒也好 对汉传佛教的教徒 大家对祈祷阿弥陀佛 有非常大的信心 所以梅佛文波切在这里也是 凡是听到名号的人 都能从菩提道当中是不退转的 以前《极乐愿文大书》当中 我记得有一个 也是有比较相似的词句 听到佛陀的名号以后 不退转的意思 如果已经趋入了 真正解脱道的菩萨来讲 直接可以解释 还没有趋入正道的一些凡夫人来讲 他的相续当中 种下了菩提种子 然后逐渐逐渐获得了 不退转的果位 应该从这方面来解释 好像记得 喇喇神仁波切在《极乐愿文大书》里面有这种解释 所以我们也即生当中 遇到了阿弥陀佛的教法 也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教法当中 处处都提出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么我们有了殊胜缘分的人 听到这个名号 这是多生累劫当中的 积累资粮的果报 一般没有因缘的人 阿弥陀佛的名号也是不能得到的 所以我想大家 怎么说啊 虽然是现在 无浊特别兴盛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 我们出生的这个年代 以前的释迦牟尼佛 龙猛菩萨 世青菩萨 还有莲花山大师 宗喀巴大师等等 这些高僧大德们 全部都已经趋入怨气了 然后后来的很多大成就者 没有出世 现在我们这样的时代 从表面上看来是比较着实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我们也已经有缘分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释迦牟尼佛的名号 那么这些名号的功德 我们去年学习 世尊广传的时候 大家应该有所了解的 所以我们不要想 阿弥陀佛的名号 并不是什么困难的 汉地的很多老太太 有些很多人 经常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包括有些这样那样的人 都会念的 这个可能没有什么法 实际上这一点 我们可能对佛经的价值观 还没有真正清晰地认识到 真正听到这样的佛话 并不是非常容易的 我们听到这一点 确实是缘分非常殊胜 这样 在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那么这是孟弗仁波切 祈祷阿弥陀佛 祈祷阿弥陀佛 守护着所有的众生 这是作者对阿弥陀佛的 一个恭敬的祈祷文 我们现在世间上 当然有缘者 所谓的什么有缘者呢 具有殊胜的因缘 有些没有因缘的话 他闻思修行的因缘也没有的 听闻佛法 或者获得真正教法甘露的 这种因缘都没有的 真正具有殊胜因缘的这些人 他们所求的目标是什么 所求最究竟的种子是什么呢 不住有极耳边的涅槃 它这里的涅槃指的是佛果 涅槃有彼岸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轮回次岸 我们原来讲般若的时候也说过吧 轮回是次岸 涅槃是彼岸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多的人 现在有六十五亿多的人 世界人口是这样的 世界人口里面每一个人 他有自己一种思想的目标 一种理想 也就是说 有些人 现在大多数人的几种价值观 全部都是欠财 认为有钱的人成就得最高 然后没有钱的人还没有得到成就 所以我们人类的很多的目标 完全都已经改变完了 以前古代的时候 很多人都看这个人的道德高尚 或者他的文化水准等等 这方面来去衡量 但现在生活的习惯方式 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国外的人也是这样的 国内的人也是这样的 这样大多数的人 对钱财有一定的希求性 那么我们在这里 任何一个人 所有的所求 所有的目标当中 最殊胜是什么呢 最殊胜是脱离轮回 不住轮回的变 不住涅槃的变 像声闻缘觉那样 不住寂灭的变 也不住善有的变 不住两变的真正的涅槃 获得福果 这一点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 真正需要希求的目标 所以说 麦彭仁波齐的这一句话 表面上看到好像 这是谁都会说一样的 但实际上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真正能懂得 这一点都有多少人 我的所作所为 要为了利益众生获得福果 有没有这样的人 在世界上是有几个人 包括我们现在学习佛法的 可能今天晚上在座的 这些个别的导游也好 或者是外面通过无限颠簸来听的也好 也许以后 我们现在所说的有些话 通过其他的一些媒体方式来传播的 听到的这些人也好 不管是有多少人 这些人当中 我们还没有开始 也就是说 你自己从以前到现在 我这个人生的最大的目标 或者我来到这个世界的 最主要的目标 脱离轮回 获得福果 为了利益众生获得福果 有没有这样 如果有的话 我们把自己的人生目标 已经搞清楚了 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 即使我们学了多少年的佛 也实际上是还没有搞明白 我们到底到什么方向去 我去的方向还没有搞定 那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摩坡仁波切他这里说 具有殊胜缘分者 他所求的就是不足有击的涅槃 那么这种涅槃 轻而易举便可获得 所求之义的殊胜方便 即使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我们要想 获得这样的涅槃的话 那么获得涅槃 轻而易举地获得这种涅槃 获得这种福果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很多人可能我们一个一个的问 一个一个采访的话 大家都觉得 啊 我也想获得佛果 但是你这个方法当中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要么你依靠无上大圆满来寄生成就 或者说是依靠无上大圆满来拉施成就 这也是非常好的 这也是可以的 然后要么 如果你这个方面没有把握 或者是依靠以其他的方式 来想度化众生的话 那往生极乐世界是最佳的一种选择 最好的一种方法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 你必须要通过发愿而可以往生 没有发愿的话是不行的 因此 我看我们通过今天的一些听课 听了这个课以后 自己的这种 也就是说 我们的思想分辨量的观念 能不能有点转变 以前我目标没有干清楚 我肯定要 为了利益众生要获得佛果 首先是这样想 然后要获得佛果的话 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法门当中 还是往生极乐法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净土法门确实是最殊胜的 应该这样想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它是那么殊胜呢 依靠阿弥陀佛的发愿力 很容易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是依靠阿弥陀佛 以前在因地的时候发了四十八种愿 当然佛经里面 有些说法都是不相同的 像《无量寿经》 现在大概有五种翻译本 五种翻译本里面 一般在唐义的时候 《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四十八愿 还有在《颂朝义》的有些法本里面 讲了三十六种 不管是怎么样 阿弥陀佛最主要的发愿是什么呢 我要获得佛果 获得佛果的时候 我要有什么什么的这些条件 比如说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 我们通常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愿 释迦牟尼佛发的五百大愿 还有我们在《药寺婆经》里面 所讲的那样的 有些佛发八种愿 四种愿等等 有很多的 那么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发愿当中 也是发愿力 很容易往生 以往生的所有菩萨 全部是依赖菩萨 依赖菩萨的话 你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 全部都是依赖菩萨 不会再转于轮回当中的 当然这个当中 我们可能以后也还会讲的 到底往生极乐世界 有凡夫是会不会往生的 有些人说是待业往生的 有些人说是待愿往生的 在尽头宗的法师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这个问题 我们到时候谈到也可以 一般从这里来讲 全部是依赖菩萨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当中 看的话也可以说 到了这里以后 全部都是如来的不出 如来的不出 也就是说 不会退转 所以你们方便的时候 我这次都没有时间 但方便的时候 你们把四十八愿 详细地看一下 看完了以后 从四十八愿的角度来讲 应该说到了阿弥陀佛的刹土以后 全部都马上变成依赖菩萨 依赖菩萨以后 从此以后在极乐世界 获得佛果 应该这样来理解 诸三十之无垢圣教中 也是这样宣说的 主于无量刹土中的一切佛陀 都再三赞颂了极乐世界 具有超胜于其他刹土的无量功德 很多佛经里面 是这样讲的 所谓的极乐世界 很多无量刹土当中的这些佛陀 经常赞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功德 这个记得好像 四十八愿的第十七愿还是什么 这里面也是说了 十方诸佛菩萨 如果没有赞叹我的极乐世界 我不得成佛 就是愿我不去成佛 不去成正觉 也这样发愿 但后来确实是 阿弥陀佛的刹土 所有的佛陀都是认可的 我们从现在世间的有些语言来讲 比如说像我们学院 也是依靠上师如意宝的 可能以前的一种发愿力 不管是汉传佛教 南传佛教 藏传佛教 只要说是无名佛学院 基本上都 当然有些人是有邪见 有可能各种各样不说了 基本上是真正的佛教徒 我们并不是自夸自战 就好像从我的分别念的了解当中 诶 学院是真正的佛教道场 只不过是学院里面的 个别个别人是如何如何 这一点我想也会有的 这个也是正常显现 没有什么的 同样的道理 刚才阿弥陀佛这样的极乐世界 所有十方诸佛的佛陀 都会赞叹的 是这样的一个佛刹 所以对于要想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佛在佛经当中宣说了 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 也就是说 极乐世界 功德庄严经当中是这样讲的 我们要想往生极乐 刚才也讲了 所有的国位当中 佛国是最素顿的 要去佛国 我们净土法是最好的 那么要净土法当中 也需要一些超见 这个条件 我学得特别重要 现在汉传佛教当中 也是念佛的人相当多的 这一点确实非常佩服 当然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有些老年人 也是念阿弥陀佛 这样名号的人也相当多的 但是我们有些地方 我想宣说净土法门 或者弘扬净土法门的一些法师们 也应该值得重视的 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净土经典当中 明显地记在 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 这四种因 最好是给很多净土法门的这些人 应该给他们传讲 传讲以后 他们一边知道 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 一边紧紧地念佛 如果这样的话 一定是能往生的 这一点 可能我们有些人好像有一点坏意 到底能不能往生呢 这是不是有了意 不了意啊 有些各种各样的分别念 可能会有的 但这一点 蒙方文波切下面 有很多很多的角力来推翻 所以我们这些些念 应该依靠净土法门来推翻 那么四种因是什么样呢 佛经当中是这样讲的 阿难陀佛 诸如众生 再三观想 如来生相 这是一种 往生极乐世界的因 然后积累众多无边的三个 这是第二种 往生净土的因 菩提心 这是第三种 往生净土的因 为往生彼刹土而发愿回向 这是第四种因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所有的人呢 我想包括学密宗也好 学显宗也好 什么样的 对净土法门是公认的 要弘扬净土法门 学习净土法门的话 最好是不要离开这四种因 如果离开了这四种因 我们也可以看 阿弥陀佛的发愿当中也好 不管是《无量寿经》 还是《弥陀经》 从哪一个经典里面对照出来的时候 如果你离开了这四种因 离开了这四种因 恐怕往生也不是 那么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 也看到的是什么呢 大家都是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直念 这一点是我们非常赞叹的 非常赞叹的 但是我们下来问 你具不具足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 你发菩提心没有 我现在要往生极乐世界 首先第一个 发菩提心没有 没有发菩提心的话 你到阿弥陀佛那里去 你自己去那里 离苦得乐 住在那里躲避现实呢 还是你干什么的 你的想法从来没有想过 我要往生极乐世界 你要往生极乐世界 为什么要你往生 我们如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你应该给我回答 我要利益众生 这就是发菩提心 我要利益众生 这是发菩提心 然后 往生极乐世界 一定要积累一些善根 什么积累善根 比如说我们供佛 磕头 还有一些砖塔等等 就是七指宫里面所讲的 这些善根一定要积累 忏悔自相续当中的一些罪障 这一点必须具足 如果你这一点没有具足的话 虽然两幅房门是很深的 但是我们相续当中 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障碍 这个障碍必须要消除 然后第二个 也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吧 刚才我们要经常观想 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的 庄严的刹土 这个没有观想的话 你的往生极乐世界的心 不能出现的 然后最后一个 为了往生极乐世界 我所作的这些善根 我今天念《普贤心愿品》也好 我今天念佛号也好 全部都回向众生 要发愿往生 这个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这样 刚才佛经里面也讲了 如果我们具足这四种营的条件下 好好的忆念阿弥陀佛 念诵阿弥陀佛名号的话 那么在这个人 临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和阿弥陀佛的这种眷属 全部来到你的面前 彼等众生见处有坏阿弥陀佛 然后刚才临终的这个 每次念佛的人 他就亲自见到处有坏阿弥陀佛 佛陀阿弥陀佛 完全能见到 所以我们现在藏传佛教当中 也是这种现象是相当多的 汉传佛教里面 有些是边念佛 边站着而往生的 有些虽然随着 但是还没有短期的时候 在他的显现当中 现前阿弥陀佛和眷属来接引往生极乐世界 这种公案 从自古以来到现在 也是多得不可胜受 大家也应该可以清楚 翻开历史 翻开净土宗的法门的时候 都不得不承认的一件事是 以及清净之心而死去 阿弥陀佛现前以后 当然你一种清净的念头当中 这个时候根本不会有贪执自己的 什么亲朋好友 或者自己家庭 财产不会有 以清净的念头当中死去 既能往生极乐世界 这样以后它会能往生极乐世界 当然清净而死去 意思就是说 我们刚才具足这四种因的力量相当大 本来我们在显宗当中 获得伊地菩萨 这个麦彭陀佛下面有解释 我就不用拿到前面来吧 我记得后面有很多很多好的理证 这些理证应该结合起来讲 包括《百年经》 《百年经》当中也是这样讲 临终的时候 依靠阿弥陀佛的加持 和自己的发愿清净内 自己无始以来所造的这些罪业 全部得以清净 然后以清净的心态当中 往生极乐世界 这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 不共的特点吧 此境中宣说了观想阿弥陀佛 这是一种意 然后积累无量的善根 发菩提心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而回向善根 这样 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 这一点我们四种都要记住 如果我们方便的时候 看到一些念佛的老太太也好 或者是其他一样的心中法师 不管是什么样 应该给她们要交代 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你念佛法很好的 但是往生 如果你没有记住这四种因 是不行的 这四种因里面 并没有单独说你念佛是一种因 并没有这么说 但是念佛全部里面可以包括 现在有一种传统 藏传佛教也有 汉传佛教也是有 很多法师不强调 这四种因 这强调光是一个念佛 就是念佛 当然念佛我们从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当中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说第十八愿 十九愿 二十愿 这几个愿应该是比较重要的 主要是从忆念的角度来讲的 所以我们念佛不能离开忆念 观想阿弥陀佛的刹土 不能离开的 然而对往生极乐世界 一定要有一个兴趣 以前法王如意宝也是这样讲过 法王如意宝说 我们对往生极乐世界 一定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 如果你没有信心 去不了的 所以我们首先 依靠《弥陀经》 依靠净土宗话 很多的法门来进化自己的心 自己以前 好像心里面 我不会往生吧 往生不会那么简单吧 尤其是我们现在 有些学密宗的人 真的有这种念头 密宗是最殊胜的 这些念佛法门 就是搞老太太的做法 现在有最大的一个问题 有一些学术界的人 看不起念佛法门的人 然后有些学密宗的人 他们也是看不惯念佛法门的人 还有做禅宗 做禅宗跟净土宗稍微好一点 不是特别的冲突 所以我觉得 学术界的一些佛教徒和 还有密宗的一些佛教徒 千万不要侵蚀 我前一段时间接触一位法师 这位法师也说得特别好 他说 我们非常敬拜密宗的一些修法 但是密宗的这些佛教徒 千万不要说 我们的念佛法门不殊胜 我们密宗是最高的 如何如何 不要这么讲 如果这么讲 你看我佛堂里面 大概一千多个人 每天都是在念佛 如果这样讲的话 这些人的水平也本来不是很高 然后我们学密宗的人 啊 你不要学净土法门 这个净土法门是如何如何不好 密宗是如何至高无常的 这样一说的话 这些好多老年人没有什么正值正价 啊 我们念佛法门可能不是很好的 那我要去学密宗 学密宗的话 他也学不了 在这种过程当中 有些学密宗的人 真的对净土法门还是造成一些破坏 他当时所说的话 我觉得是我百分之百的认可 而且确实我们以后学密宗的人 也不要轻松 我们自己都是没有什么 这方面的理由吧 包括我们很多的传承上师 像法王如意宝 以前的很多的 宗喀巴大师 莫凤仁波齐 所有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们 对往生净土宗是什么样的 墙美仁波齐 法王如意宝 他们都是往生极乐刹土的 所以说我们也应该自己发愿 要往生极乐世界 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不要认为我是如何如何 这些法门好像是对我来讲 没有什么的 这个非常简单 这里面没有解脱 这就是我们自己 显露出我们自己的一种愚痴 所以我想 尤其是我们法王如意宝的传承弟子 全部都对净土法门 应该有个非常殊胜的因缘 像我们这些人 也学习了很多年的佛法 一般来讲 别人说什么话 我们是不会轻易相信的 但是法王的这些授记 以前大家也知道 《法王传记》里面也说过 两百多年前那个菩提金刚 对法王授记是什么样讲的 大家应该是清楚的 这是两百多年前的一位上师 也就是说 法王在出世的所有的眷属 地点 世间 全部都已经讲得特别清楚 所以我个人学过移民 逻辑推理 一般来讲 别人说什么 别人说我看到什么光 哪里有什么现象 我这一点确实说实话 不太相信 到底会不会这样 真的会不会光是那么亮 到底是不是这样 经常又产生一些怀疑 但是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们 在原来古代的这些书里面 比如说我们法王的书记 我就越看越觉得 特别的起信心 《法王传记》里面说是 右边的淡金圣山和左边的阿纳圣山 中间有叫做牡天女圣山 就是我们这个圣山 那么这个圣山的中间 有一个叫拉荣的山沟 拉荣的山沟里面 会出现莲花生大师的花生 名字叫做精美 精美蓬松里面的精美两个字 他有四大眷属 四大眷属的话 大家也知道 从历史上看 我们法王的眷属 有比丘和比丘里 然后有婆舍和有婆义 以前在藏传的历史上 法王没有去五台山之前 藏传的历史上 从来都是没有比丘里的传承 然后他说 这样的精美上师的眷属 就是四大眷属 也就是刚才所讲的四大眷属 而且他把显宗和密宗的佛法弘扬 就像是太阳 铺照大地一样 整个世界 这个我们看得出来 法郎如意宝 踏了人家现在弘扬的佛法力量 应该是 可能你们也应该看的 有时候我确实也不是赞叹自己的 以前麦彭仁波切 华智仁波切都说过 如果没有真实的功德 以一些虚伪的语言 连自己的根本上 都不能赞叹的 但是法王的这种功德 的确原来我们去南方的时候 南方有成千上万的弟子 然后到北方去 到新疆去 到蒙古去 到拉萨去 我们从整个国内 从哪里去的话 他的传承弟子是那么多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说 显宗密宗的佛法 已经传播于 整个可以说是很多的世界 那么最后有一句话 谁对他结缘 谁对他结缘都能往生起了世界 所以这个我记得好像在 《法皇如意宝传记》里面是用过 放在哪一个地方 我记得很清楚 所以大家应该心里面这样想 有些可能直接听到了 法王的教言 有些间接也听到了 法王的一些教言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往生极乐世界 就没有很大的困难的 现在汉传佛教的很多净土宗 净土宗的上师们 也确实对一些 行众当中影响相当大 尤其是通过一些传媒的方式来 让很多成千上万人 念佛号 所以我们大家 不管是密宗也好 净土宗也好 大家也应该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 在这样的基础上 大家应该修持佛法 修持佛法 最后还是 我们要好好地念阿弥陀佛 这个应该很重要的 不要认为我们现在是 学移民 学中国 学俱舍论 然后我们自己 如何如何有把握 所有的念佛法门 都是一些老年人做的 这个我们不用啊 念佛法门 对我来讲是无所谓 这说明是没有懂得 莫彭仁波切和传承上师的教言 所以大家应该对往生极乐世界 首先你要产生一个新鲜 比如说我们买什么东西 现在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的 这个产品是如何如何 什么厂里面出的 这个价值是如何如何 这个吃了以后对身体如何如何好 说完了以后 如果真正的一些好的产品 它的真相介绍给别人 有很多人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很多人 对往生极乐世界的功德 还没有产生兴趣 没有产生信心 没有信心的话 你不会念 不会观想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 也不会往生的 也许你可能为了圆满一个数目 比如说你一天的生年 多少多少万遍 一定要留意这种信 怎么说啊 就是这种信心 这个信心是不能离开的 他这里也这样讲 其中忆念阿弥陀佛与求往生极乐世界 此二者是最重要的 忆念阿弥陀佛 这个十八愿当中也是这样的 主要是 我们要时时刻刻的 忆念阿弥陀佛的功德 还有自己要想去 所以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四个因 真的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人去出国 现在一个中国人到美国去 到美国去的话 首先你到美国去干什么 这个事情必须要知道 这个就像我们的菩提心一样的 我们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呢 自己的事情肯定没有的 极乐世界哪里有自己的事情呢 包括身为缘解都是没有的 所以你到极乐世界的时候 你要上班的话 一定要利益众生 真的这样的 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的理解也许错了 也许是对的 你往生极乐世界以后 一定要利益众生 除了如果你不想利益众生的人 到哪里去 就是你天天都是睡懒觉 天天都是没有什么痛苦 快乐 整天都舍太阳 可能不会有这种状况 这个是我们 比如说到哪里去的话 你到哪里去干什么 然后你要到往生极乐世界的话 就像你要去出国的话 一定要你有名币或者是美元 没有的话 你想去也是不老的 所以我们要积累资粮 有一定的资粮你才可以去得上 还有自己发愿往生 发愿往生是你要想去 你如果不想去 你没有去依恋的话 那谁强迫你带过去 你又不想去美国的话 不可能别人去去 然后最后 这个刚才是观想 我要想去 这个我们在这里说 欲求往生也可以说 或者是想去 就是到哪里 最后 你自己所作善根 一定要发愿 回向 发愿 回向 就像办理有关数学一样的 你没有办理有关数学的话 也去不了的 所以我们要发愿 回向 就像是办数学一样的 我觉得 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 不管你是老年人 还是年轻人 一定要具足 孟方仁波切下面也讲了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忆念和 往生极乐世界的信心 这两个很重要的 其他的这两种 也算是一种祝愿 其祝愿为极乐善根与发无上菩提心 这个是刚才 往生极乐世界的祝愿 这个是往生极乐世界的祝愿 所以主要为了宣说 阿弥陀佛信心极为重要 所以我们在这里 对净土法门和对阿弥陀佛有很大的信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佛在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中云》 《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 按照赞文的译本来这样翻译的 以前我们讲的时候 有些人说是 在汉传佛教的有些 《弥陀经》 还有《无量寿经》 这里面有些教证对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对不弄 有这种情况 但我想不一定要非要对得弄 如果你一定要对得弄 你像《无量寿经》都是 也五种译本 每一个译本就没办法 后来也不得不搞成 会几本 所以在汉传佛教的角度来讲 也是所有的经典 全部对得弄 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你唐朝所翻译的 宋朝所翻译的 明朝所翻译的 这些好几个译本对在一起 全部不一定是非常相同的 但我想我们藏传佛教的 这些历代高僧大德和大成就者的意识们 所翻译出来的话 印度肯定有这个范本 所以说 我想我们应该 有些地方稍微有点不同 也不要认为这个是个大错误 或者是我们现在 因为网络比较发达 现在好像《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找不到 找不到的话是不是错了 不要这么想 这样的话 我们汉传佛教的 包括我们《心经波罗弥多》也是 真正全部相同的 一个一本要找的话 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刚才说 佛在极乐世界 功德专严金种云 阿难陀若三男子三女人 欲求即生现前三世阿弥陀佛 此人应发无上真实圆满菩提心 如果你真的要想 现见阿弥陀佛 往生极乐世界的话 一定要发无上圆满的菩提心 并以殊胜意乐 为往生极乐世界查陀 发清净的信 就是要对这方面 发愿观想 积累善根 圆满回向 特为宣说欲求 往生极乐世界的重要性 此今有云 阿难陀何则常观想三十只圣相 并积累无量广大之善根 自行恒时专注佛察 彼当明明中时 与如来因共正等觉 阿弥陀佛的神识 形象 大象 随从诸比丘的圣中 完全相同地化身 现前于其前 他这一个经典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 我们很多的修行人 他在观想阿弥陀佛的身下 又积累了广大的资粮 横使专注佛察 就要往生到那里 让自己发愿 回向 就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人民众的时候 阿弥陀佛相同的一个 他的化身出来 他的化身跟我们平时 观想阿弥陀佛一模一样 包括他的身相 眷属 他的庄严等等 全部是跟阿弥陀佛 一模一样的 这种化身来迎接的 以前上日主义宝也讲过 极乐世界的庄严 实际上也是我们 在真正的明言量当中 真是存在的一个世界 但是我们佛的身边力和化身力 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话 他也可以依靠各种各样 或者是成千上万的化身来迎接众生 我们有些人来讲 阿弥陀佛是一个主尊 那么每一个念佛的人 往生的时候 阿弥陀佛亲自出来接 就像现在有些大寺院里面 这个生忙得不得了 今天马来西亚的客人来了 然后新加坡的贵病来了 然后这个特别忙来忙去 又到那边去接待 又到那边去接待 阿弥陀佛不是这样的 阿弥陀佛应该说是 因为获得佛陀的这种果位的时候 他有无量无边的身边 那么佛陀的这种化身 也就是说 获得一地菩萨的时候 也是化多少 大家都应该可以清楚的 然后获得佛果的时候 我们也不用想 我看这里也是念佛的一个人往生 那里也念佛的一个人往生 那这样的话 阿弥陀佛是不是每一个到那里去 这边接的时候 那边来不应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不会有的 这就是我们对佛经和佛陀的功德 不太了解的一种分别念素质 所以我们往生的时候 与阿弥陀佛一模一样 但实际上他就是化身的 所以我们想 现在的化身现象 当然我们也讲了 普贤运宫里面所讲的那样 佛有不可思议的现象和身边力 然后可以现象不可思议的佛陀 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 这些身相来接应极乐世界 也是这个意思 彼等因现见善事 他们见到了阿弥陀佛的 化身的形象 其为清净者等此 这个时候心很清净的 心很专注 一般人往生的时候 尤其是对往生极乐世界 有一定的把握 而且这种人 他在往生的时候 确实是心很清净的 他不可能贪恋自己的情权 自己的财物 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法 不会贪恋的 他在一个非常清净的等词当中 不往事正念 他对念佛 或者他观想阿弥陀佛的这种景象 这些一点都是不会往事的 在这种正念当中而逝去 以后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的 所以这一点跟 梁华城大师的六中印里面 临四中印的有些窍诀 非常相同的 我们临四中印的时候 也是舍弃一切的贪恋 对自己平时注意的这些财产 有些人死的时候 我有什么什么房 我有什么什么财产 这些都完全不合理的 应该你要舍弃的时候 贪得这些又没有什么用的 就跟石头一样 没有什么用的 应该心一心一意地 专注阿弥陀佛 因为临四的时候 很多的这些观想有困难的 前一段时间 我在深圳的时候 他们有些人说 现在不是路中印做成一些光碟 然后经常很多人可以看 当时他们很多人说 我们每一个人死的时候 会经过这些中印的现象 那么这些 我们如果没有认到 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 可不可以观 我当时这样讲的 因为这些路中印的各种现象 一般来讲 得过密法的观点 然后对大圆满 和对路中印有一定的了解 尤其是对一百个本尊 有一定的了解 并且修过这些闻解脱的法门的 像这些人面前 现前 你就可以认识 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加持 但我们现在一般的很多人 有没有做一些境界呢 也很难说的 很多人都可能没有得过观点 即使得过观点 你对六中印的法门修持的可能不够 如果这样情况 你最好你心专注阿弥陀佛 这个是最容易的 确实我们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说过吧 我们死的时候 你要观想弥勒菩萨 或者弥勒佛 然后东方现行刹土等等 很多刹土这样想的话 到时候灵终的心就会乱了 不能一心专注到 然后我们生前的时候 我临死的 什么时候这个临死出现的时候 我一定要观想 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观想 给自己的上师无碍无别的阿弥陀佛 如果你这样观想的话 哪怕是你什么样的 比如说你犯柴了 或者是做非常突然性的一种失望来临的时候 突然就觉得说 我这次已经完蛋了 这个时候 如果你第一个念头 有一个阿弥陀佛和上师无二无别 就是有阿弥陀佛 或者是上师之等等 有这样的一个念头的话 那么我们的生师可以跟上师阿弥陀佛 无二无别 往生极限世界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大家平时都是确实很重要的 因为人的死亡无常 来的方式都是完全不相同的 有些觉得还是在医院里面 受很长时间的苦 再死亡的 有些突然会死亡的 所以我经常在坐车的时候 突然如果犯了 我能不能第一个念头 我到理想是知道 确实 如果我有这个念头 我自己稍微能 我肯定选择这个 因为除了这个以外 咱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 在世间当中 我要贪恋什么的话 这个也没有什么用的 但是我这个时候 可能人的恐惧感特别强烈 那个时候能不能起这个念头 这个是我最担心 最关注的一件事情 平时都只想 如果出现一个特别害怕的事情 我不行了 我马上要念阿弥陀佛 或者是一念阿弥陀佛 如果一念阿弥陀佛 我也不行的话 把自己的生师就往上 在上面有阿弥陀佛和上师 然后我的生师往上去 有这么一个念头的话 也能往上的 所以这些念头 我想说 我们每一个人会经过这个观的 就像我们现在在派对一样的 到时候一个一个都要离开这个人间 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 有些人真的 这个方式方法是非常好的 最后确实是往自极乐世界的也有 有些人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现在 就像一个学校里面一样 一个学校里面毕业以后 有些是当观的 有些是犯法的 有各种情况会出现的 所以我想 我们在座的人 现在人在生存的过程当中 还是对死亡和对临死 自己也应该准备 然后自己所懂得的 这些净土法门的有些教言 我觉得给别人有必要传说 因为佛经里面明明讲了 这四种因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下面念佛的人 对这些事情是重不重视 如果不重视的话 我给他们讲的话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就没有华咒 任何一个净土宗的法师也好 任何一个净土宗的这些开现祖师 他不会附顶我们的观点 不会附人的 我们说 藏传佛教里面发菩提心 我们净土法门是不要发菩提心 会不会说 不会说的 荧光法师 红衣法师 谁也不会这样说的 然后藏传佛教里面说是什么 其实这些也并不是藏传佛教 只不过是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们 就开现附近里面的这些奥义 这是一个问题 今天是不是我就特别露出 宗旨对阿弥陀佛生起信心 以及预求往生极乐世界 持二者是极为重要的 我刚才也再生地给大家强调 我们对往生极乐世界一定要有信心 我刚开始的时候 对往生极乐世界信心特别强 然后中间一段时间当中 好像自己觉得我肯定没有什么希望 就好像推死了这个希望 这一段时间也是好像有一点提升 信心也向上增上 但人的分别念是特别不稳固 所以自己也说不好 实际上 我们对往生极乐世界一定要有信心 如果信心极度的话 一定往生 我们说这是善根者 善根者就是信根为主的 大圆满修行的时候 也是信心很重要的 修净土宗的时候 信心很重要的 欲求往生极乐世界和信心 刚才欲求和发愿两个是一个意思 刚才四种意里面 你们如果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冲突 原来的有些人是这样提问过 所以我们发愿回向 实际上也是欲求 欲求往生极乐世界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 我以宣说 若具足此儿子 则能往生的道理 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当中 这样说的 阿难陀 若有众生生持一发心 随念如来 欲往生比刹土 欲将受深深妙法时 苦心极不懈怠 如果有些人想往生极乐世界 然后在宣说深深妙法 净土宗法门的时候 一点也是不懈怠 因为空心法门 有些不是真正根机的人 他会害怕的 不去不为 甚至发心观想三世阿弥陀佛 生起意乐者 必等于梦中能善见三世阿弥陀佛 如果我们天天地这样观想 因为每天特别观得多 那梦中也会显得 以前上师如意宝 你们也可能记得吧 也比喻过 比如说一个人 他对自己的男朋友也好 女朋友也好 他自己天天地想念他 太太地想他 这样他有时候做梦的时候 也是经常是梦他的 我们对阿弥陀佛经常都是想念 我要往生极乐世界 要离开这个刹土 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 每天都是这样想 每天都这样观想 到了一定的时候 自己在心中诸我当中 经常会想的 如果每天这样 晚上也是自己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或者是往生的这种真相 在梦中会出现的 如果梦中出现的话 中阴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的 当然有些 梦中没有出现 中阴时候出现 中阴时候梦中出现 中阴时候也没有出现 这种情况可能是有的 不一定是一概而论 但实际上也应该这方面来理解 如果梦中会出现 梦中会出现 总将往生极乐世界 与无上真实圆满菩提中不退转 阿难陀毕诸三世照见识相故 于无量无边释放世界中 皆以念诵如来阿弥陀佛之名号 并成样赞叹阿弥陀佛 他这个里面是这样讲的 所有的佛陀啊 三世能照见识相 照见识相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事情的真相 事实的真相 所有的佛陀完全都是照见 阿弥陀佛有什么样的力量 阿弥陀佛的发愿力是如实的强大 我们只要有信心的话 一定能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状况 所有的佛陀看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无量无边当中的所有的佛陀 经常也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他们也在识 我们东西南白的所有佛陀里面的佛陀也在识 所以我们有些学密宗的人 我不用念阿弥陀佛的 念阿弥陀佛是这些精宗法门的 有些劳烈人的 我们是修无上大圆满的 一直好像觉得自己真的修得特别 当然是有些人 依靠净土宗的法门 不能度化的 依靠大圆满来度化的 这种现象是肯定有的 有些依靠大圆满来度化的 依靠大圆满 就像米兰日巴 虽然大圆满是很殊胜的 但是让他怎么样修 也是修不成就的 然后像汉地 像禅宗里面的有些法师 虽然净土宗是很殊胜的 但是像六祖禅师 他们念阿弥陀佛 他不知道怎么念 他可能是强调他自己的禅血 可能会这样的 所以不能说全部都是一概而论 但一般来讲 你不学是可以 你学你的密宗 你学你的禅宗 什么都可以 但我们没有资格 说净土宗不好 说念佛法门不好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那我们对佛经的教义没有尽头 你看十方世界当中 所有的佛陀都在开始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很多佛陀天天都是 拿着一个小小的念着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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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念着的话 那么我们学密宗 我们看有什么资格不念呢 不应该这样的 一定要好好地念古法门 每个 有些是我们学医民 学中观 有些学多了以后 到了一定之后 好像分别念当中 对念佛的功德 这些都有一种侵蚀感 这样不好 《无私古圣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他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俗佛世界的向西方 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 那么极乐世界 诸有三世如来正等阿弥陀佛 任何一个人 我们现在世间上的任何一个人 词诵他的密话 这个人一定会是能往生刹土 如是当佛经中再三说明 因此应当要生起定解 不知道我讲的 刚才大家的相续当中 生起定解没有 什么叫生起定解呢 以前我好像对念佛法门 不是特别的重视 我从此以后一定要好好地念 明天以后呢 定解报道不能背诵也可以 就是一定要念阿弥陀佛 看开玩笑 不是这样的意思 也就是要知道极乐世界的殊胜功德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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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